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捏造出来的冤狱不计其数 其中有多少可以幸运获得平反获得赔偿呢 今天我们要来回顾台湾司法史上 传颂最久的争议案件 武汉大旅舍命案 在49年前当时在台北市最豪华最气派的武汉大旅舍 有人上吊自杀 死者叫做姚家健 他是一名菲律宾的华侨 因为每次归国都住在这家旅舍 因此结社旅舍老板黄学文 后来他甚至还出资入股 也参与了旅舍的经营 我因为资金的纠纷 两个人后来闹上了法院 没想到有一天姚家健被人发现上吊自杀了 国内外的媒体惊悚报道 华侨疑似遭到台湾退休警察的杀害 甚至还惊动了老总统蒋介石 他担心会影响到华侨回台投资意愿 蒋介石下令要查明真相 严办到底 在5月之后 调查局介入调查案情出现的大逆转 调查局的法医重新验试之后 竟然发现死者身上出现了巴拉松的毒物反应 怀疑死者遭人杀害之后 故步移证为上吊自杀 包括旅舍老板黄学文夫妇 以及旅舍里头工作的帐房工友 甚至还牵连了台大化工系的教授 陈华周等等 一共7个人都被怀疑是凶手 统统被抓进了大佬 行求逼供 因为陈华周和自由中国创办人雷震之间的关系密切 因此有人也怀疑 整起命案恐怕只不过是个烟幕 借机来构陷异议分子 才是政府真正的目的 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集 找不到杀人动机的杀人命案 哎呀上身啊痛苦啊 1959年7月18号凌晨4点左右 台北市汉口界一段80巷的武汉大旅舍 惊传命案 当时住在旅舍一楼的工友吴亮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原来是住宿的客人 要他赶紧到二楼楼梯口 他睡眼轻松地走到二楼 突然看见了人影 仔细一看竟然是旅舍经理 姚家健吊死在这里 吴亮吓得赶快地打电话报警 你亲眼看到 我到楼上看了 我们那时候吃饭都在二楼吧 他吊上 没有放下来 吊的时候我看到 后来我就下来了 检察官一检查 还有月花一检查 他说没有这个 没有遗书没有什么 他们的后面就是五三街的 大楼的后面 窗户都打开了 他们那口一看 那一边都口一看了 没有关起来的 等于他这个环境的窗户打开 这里都打开 就怎样掉在哪里 凌晨4点30分左右 警方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勘验之后 确认姚家健是上吊身亡 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在三点多 不过人命关天 为了慎重起见 检警继续地在现场 访查相关人员 那个时候派出所所长 温州人还来这里查 还没有放下来的时候 我要先查一下 查一下 查查查查查 查好了 还有泰伯发验 那个检验那个 这个他是死器 他在这次是自杀 是暗杀 是自杀 是他自杀的 发言那个 发言判他 这个是自杀了 吕社经理为什么要上吊自杀 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死者是一位菲律宾的华侨 曾经接受侨委会的招待 住过武汉大吕社 姚家健跟吕社的负责人黄学文 因而熟识 1956年 姚家健有意在台湾投资 找来两个朋友 花了15万元 而参与吕社的经营 由姚家健担任吕社的经理 黄学文夫妇呢 一个月支付他 600块钱的薪水 他那个是平清菲律宾的华侨 来给他做故事 菲律宾华侨给他做经理 经理他不做 那给他就做 后来就发生这种案子 他有朋友介绍他干什么东西 是这样 邓包 这个我比他 邓包是找来偷子 找偷子 但华侨 菲律宾华 回来他就住在大女生里面 住女官里面 是会住得久了 大家就收了 大概这样子 他这个生意不好了 他就改租了 就找人投资 这个样子 就后来发生救责 对 不过后来姚家健 并没有准时交付租金 因此黄学文决定 要收回经营权 另外转租给别人 后来为了退股禁的问题 两人甚至还闹上了法院 没想到就在判决的前夕 姚家健竟然走上了绝路 警察只有他的弊路 他说要两天前 他说如果没有那个 我就要去揽总统的车 不然就需要住杀 就这样子 真的 4月48日他就吊死了 这起看似单纯的自杀案件 谁都没有想到 经过五个多月之后 案情急转直下 1959年12月8号凌晨 办案人员大举出动 一共抓了六个人 没有情人 做不情人 我没有杀人这么个情人 无缘无故给我抓起来 说我是杀人的手术 给我打79条 我怎么感应呢 7月18号时 我们是48年12月8号 就是半夜 半夜这个 忽然间我那时候跟我先生 昏环在睡 我知道半夜被人家抓去 用黑布这样子围起来 就一直拉拉拉拉去 拉到车上去 一直走一直走我不知道 一直开开开来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 到时候才给我换下来 换下来他说我杀人 我说我怎么杀人 他就说姚家健是你杀的 我说姚家健住啥 怎么变成我杀的 命案发生之后 姚家健的儿子 根本不相信父亲会自杀 他特地飞来台湾寻找真凶 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因为旅社老板黄学文 是警官退休的背景 有媒体下了这样子的标题 华侨来台投资 被警察杀死 十分的惊悚 那时候就是报纸就买了 这个姚家 他要求的开始买了 姚家健是被 黄学文夫妻 彼此啦 彼此住啥 那以后他派他要六七十万 我先生说靠猪杆不要 你没有钱买账 我可以站在我的立场 可以跟你负责买账 那你要靠猪杆没有 没有理由 不给他钱 就怎样变成他啥 当时台湾经济政策 是争取华侨回来投资 这起命案恐怕引发负面的影响 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的重视 他下令一定要研办查明真相 包括了调查局也介入了办案 并且由法医重新的验尸 就竟然发现 姚家健是中毒死亡 而并非自杀 到了四个月以后变成 怎么样杀 他是 巴拉松 荣幼巴拉松 大家都不知道 那时候大家不知道 荣幼巴拉松是什么 他说荣幼巴拉松 打五CC 打一次 这五CC的管 打四五CC 电电暗暗的地方 打同一个洞 启示师 检电师这样收 暗暗的 那要杀人 四五CC 一下子 那么大的管 就一下子擦掉就好 为什么五CC再擦一个 五CC再擦一个 五CC 根本的不合理 姚家健命案 发生在民国48年 那个年代 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而那个年代的调查局 等于是非常的黑箱作业的 白色恐怖的代表的机关 后来他熬着 那个花桥 那个熬着 有那个告回来 有花桥告回来 好像是陪 不晓得哪一个国家 是日本还是 连台湾的司法行政部 他现在不是地方发言的 司法行政部的法语 配通外国的法语 来念这个身体 他讲巴拉松 第二次讲巴拉松 第一次是讲自杀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之前依旧是个谜 当初地检署法医 鉴定是自杀 但是调查局法医 却判定是遭人注射巴拉松 这种农药在当时 是属于管制品不易取得 就这样子 黄学文的同乡 也就是台大化工系的教授 陈华周 也因此被牵扯进来 调查局要黄学文 在自白书上承认 巴拉松就是陈华周 所提供的 在行求逼供之下 黄学文被迫 签下了自白书 而陈华周 最后也无奈承认 就是他拿巴拉松 给黄学文的 陈华周为什么承认 他说去黄学文 说巴拉松是我咬的 我没有办法 刚刚没有多久 他是从警备总部 保一个台大的学生 是有共产党嫌疑的台大学生 保出来 结果这个台大学生 跑回大陆去了 所以调查局抓到 你看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 就是杀人 看你要承认共产党 还是承认 那时候承认共产党 一到警备总部马上抢病 所以了解嘛 他两个 成话说还是承认杀人 那在巴拉松中东 这个 这个 东东那个 东东 东东 这位 这位 总中的 肃秀 有点地 这样 是那里面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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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是 就算再高贵 保护的 是这样的 这里面 1960年3月24号 法院根据自白书看 郑武宣判 黄学文等四元 以共同杀人罪 除以此刑 吴亮和陈瓦舟 判处无其中心 包括了吕胜老板 黄学文夫妇等七个人 全被载进了调查局 严刑拷打 据说最后 他们被迫在匪敌 和杀人犯之间 必须要做出选择 原受不了酷刑的痛苦 昏了过去 等到醒过来时发现 调查员早就写好的口供 已经印上了自己的手印 最后主谋黄学文 七度被判了死刑 在1974年时候 获准保外就医 他借机逃亡 从此亡命天涯 长达三十多年 这起原本单纯的 上吊自杀案件 为什么会演变成 复杂的集体谋杀呢 同一具的尸体 两个法医竟然验出 两种极然不同的结果 全案浮现出 太多无法解释的疑点 甚至有人说 如果调查局认定 这真是一起谋杀命案的话 那么至少也得 向外界交代清楚 这七个人的行凶动机吧 但全案过了半个世纪 依旧等不到一个真相 黄学文如今 已经是年近九旬 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了 他逃亡了34年 甚至还一度勇闯立法院 弃诉自己是 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 武汉大女士华侨命案 就在蒋介石下令延办之后 正式由调查局接手 巧合的是死者妻子的弟弟 正好就在调查局上班 案发之后 他曾经透过了律师 向黄学文索取将近 70万合解金 但是黄学文没有同意 之后整起命案 竟然就出现了 180度的大逆转 调查局一位 消信的法医 重新验尸之后 宣布发现 巴拉松的毒物反应 调查局因此大胆地讲设 姚家健是先遭到他杀之后 在故步一阵为自杀 他说人属在这里 那没有那么 那么好 他说你看要不要出血钱 那时候我们 姚家健的薪水600块 他说做经理 一个月薪水600块 我们的公有一个月薪水300块 他要求六七十万 你要判他 和黄学文有罪 那么你也可以写出一篇 一篇东西来 根据调查局的那个 验尸报告 你要判他无罪 根据当时检察官跟 夜召取法医的验尸报告 你也可以判他无罪 所以在有罪跟无罪之间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的问题 那问题就是 现在的审判者 就是法官 他要不要去 去得罪调查局的问题 黄学文一干人 自从那天深夜被抓走之后 从此掉入黑暗的深渊 他们被积压在调查局的拘留室 长达七十九天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尽管法医认定 姚家健是上吊自杀 但调查局认为 黄学文等人 涉及匪谍案 要逼他承认杀人 死子里面拿两个铁子夹 夹破了以后 两个腿长起来 手夹 全都打 现在一个法侨死在你哪里 那不是你们杀 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你不承认 谁解决不了怎么样 就用心 用讲的 哪有打的 怎么样打 当然我的心没有 他们以后说的那么厉害 那我晕过去又醒 哪香烟给我抽 我都没有抽过香烟 哪香烟给我抽 还有什么 给我吹冷风什么 那时候十二月 很冷的时候 那我都认不住 几次都晕过去 没有吃没有喝就晕过去 以后用心的人 他说这样子你回不了 当年调儿局 行求逼供的花招摆出 很少人挨得过去 据说旅社帐房 林祖三当时被问口供的时候 办案人员拿了一块滚烫的铁片 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结果林祖三当场吓得昏倒 醒来的时候 那份早已经写好的口供 已经留下了他的手印 比如说那个烤红的大铁板 在你前面晃 他就让你恐吓 他只是恐吓而已 他并没有实际上 他知道你 那有些人就吓死了 然后会让你吓死的是怎么样 他哪一只猪块 猪肉 大的猪肉 然后烤红的这个 你还是老实讲 你等一下会像这样 噓 那个红铁板把那个猪 铁板放在猪肉上面 你想想的 你吓都吓死 等一下到你身上 会怎么样 注意旅社的工友吴亮 不但拒绝招供 还把调查局当时已经 预先写好的口供撕碎 结果当下热毛了办案人员 被一个调查员 推到了墙上 猛捶他的胸口 并且警告他 你有种不招供 几年之后 你就会知道后果 没想到事隔七年之后 无量的胸部 开始出现了疼痛的现象 而且肺部大量的出血 其中三年 他住院14次 急诊了33次 整个人除了坐着之外 根本不能躺着睡觉 在行求逼供之下 办案人员终于拿到了 他们理想中的口供 自白书上行凶的内容就是 案发当天晚上林祖三 游泉球还有王矮云 在黄学文的教授之下 动手杀人 王矮云在姚家健的腹部 注射了三针的巴拉松 至于巴拉松 则是由陈华周教授所提供的 而工友吴亮 则是负责在外头法工 就这样子 法官根据他们的自白书 将这七名被告判刑确定 当年的社会的环境不一样 然后以前是人为的 那是解言时代 是人为的 而不是以证据来办理的 当然好的人占多数 少数的不好 就赞成让老百姓反港 掉下去是独大的单位 那个时候是因为老奖下令的 老板下令给你做 你这份工作你就要做好 他是一个单位 那个叫交付命令 叫执行命令 尽管司法上做出了最后的裁判 但整起命案疑点重重 无法说服外界 包括是法院 为什么不采用当初最原始 夜法医的建议命报告 而采信调查局消法医的报告 当年黄玄文家属求助于 立委李靖勇 并且向夜招取法医求证 他说这个案子 本来就是设计成一个冤案 有太多的政治迫害 隐藏住了真相 当时他还把自己做的 跟调查局做的经验报告 送到日本去做比对的分析 后来证实消法医 违反了科学基本的原理 可是法院就是不采信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不是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 所取得的资料 夜法医也是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个案子这样下去 绝对没有办法 因为高等发言 他这个案子平缓的话 台湾似乎会破产 近一百多个 法官说 这个是杀人案子 哪一个有这个破例给他 平缓呢 绝对不送第三者检验 后来夜法医不死刑 再次提供了 对被告有利的 化验报告给法院 但调管是 法官竟然把化验报告给弄丢了 也不要求补件 从头到尾就是采用 调查局消法医的报告 荣耀把他送死的话 他说 孔孔极度素小 两个发医就说 孔孔善大 脸色是 青白色 摄头出来 那荣耀把他送 怎么会摄头出来呢 还有孔孔极度素小 你什么孔孔善大 你协力上根本不合 坚持自己化验报告的 叶法医一度被死者的儿子 给告进了法院 控告了他赌职以及 未造文书 最后获得不起诉的处分 叶法医他透露 当时有人告诉他 在庭上作证的时候 法官问话就不要回答 最好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子对你比较有利 据说调查局当时 为了要对付叶法医 竟然打算诬陷他贪污 强迫被告承认拿嫌 来贿赂叶招区 很多数警从 你要遇到这样子 才知道这个司法是这样子 不然没有遇到的人 人家说公正公正 什么叫做公正呢 如果是我个人的意见 应该是要相信最原始的 那个判断是比较正确的 陈喜敏遭受到 政治破坏的痕迹太深 李奥当年也十分关注这起案子 他曾经投出媒体表示 他坐牢的时候 刚好跟当时承办 这个案件的范处长 关在一块 他说这个处长学问很好 但坏事做了太多 在牢里面成天拜佛 只说报应啊报应 当时有很多的冤狱 就是这样子被做出来的 民国62年 黄学文假装发疯 过准交报 并在美国展开了 34年的逃亡生活 又发挥 再痛心 再跑 跑到今天 这几天再回来 被告黄学文 宁可不要免述 都要真个清白 你就可见他的心情 内心坦荡嘛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最原始的叶昭局 法医的验尸报告 都已经认定了 一个自杀的判断 那么你要判他 黄学文无罪 其实判决事也写得 非常的有力道的 问题是法官如果 不想多发一点心思 那当然冤枉了就很多 黄学文当年一共被判处了 七个死刑 在入狱服刑 15年之后 借着保外就医的机会逃亡 直到2007年 他又回到了台湾 黄学文说 他不要免诉 只要求台湾司法 还给他清白 如今黄学文 已经是年近九旬的 白发老翁了 盼望在他的有生之年 能够等到 无罪宣告的那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